人家說,你的車子是不是停在driveway啊? 我說,嗨,他說,park your car on the driveway 我說,why do you park on the driveway? 然後就說,噢,我們去開車,我們去哪裡? Let's go to the parkway 我說,you drive on the parkway, you park on the driveway 我就搞了個衣服,搞了個衣服 我常常搞錯人家 我說,我們家在那個 garage 下面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 parkway 我說,what? 我說,我車門前面有一個 parkway 我上面講錯 他說,那車,driveway 我說,噢,OK 搞不清楚 然後美國最好玩,the politics,政治 就是拉丁文 拉丁文,poly,名字很多 tick,就是吸血種 所以美國人的politics,就是很多的吸血種 所以美國的politics 還有美國,你知道blowing count 你們學過這個,反面、正面 所以抗呢,是progress 所以抗呢,是progress 所以美國的那個議會呢,叫做 congress 不是叫 progress 它阻礙一切的東西的進步 有點像立法院的 我可以講這個文言,不能講 就是它的 congress 這個最好 他們叫做,doctor跟lawyer 每次去doctor的地方 他們說,oh,I have a practice 我說,我開業了 他們叫做,I have a practice 我不要去試驗啊 我說,真的要看病人 我不要去當試驗而已 我們是practice 然後他們的investment 幫你投資的人叫做什麼 叫做broker 他們的名字叫broker investment的人叫做broker 所以我那個時候 中西文化怎麼搞的 明明不可能 就學英文搞不太清楚 所以外國人學中國話也是很辛苦 最辛苦的就是那個 一 我跟你們講 一個啦 一瓶 一張 一片 一個位置 what is one 為什麼沒有 你來什麼方法說one 中文是 one 對不對 所以語言呢 有的時候 後來我最近讀一本書 你不知道讀什麼 讀一本書 一個心理學家寫的 他從歷史上去 他就想說 為什麼中西方的頭腦的想法不一樣 他一直想到 幾千年前他可以分析出來 我覺得amazing 還可以告訴你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東方人不喜歡法文 為什麼西方人喜歡法文 為什麼東方很多律師 東方人沒有很多律師 他從歷史上來解釋 It's fascinating 誰 那是 那是有點 下次請問我來都會再講 中西方文化最大的不一樣是 中國人是有內向外 西方人是從外向內 中國人這個 你們都會變這個對不對 誠意真心 從裡面開始 我們中國人是說 那一定要誠意真心 然後慢慢 修身起家 中國平衡一下 你自己的外 美國人現在出了很多問題在這裡 很多那些大頭 我就是給人家 File對不對 誠意真心沒有做好 他外面做得很好 可是裡面沒有做好 所以中國人是說 從內向外 中國人常都說 要打聽過要修行 對不對 完全小 美國人呢 你看我去美國剛開始的時候 從外向內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在通訓公司的時候 那個商工對我不錯 就送我去 各式各樣的訓練 就是送我去很多 上很多課 我大部分上的課是什麼課 如何演講 我的老闆就送我兩本書 是什麼書你知道嗎 如何穿著 他看著我穿的衣服很難過 他說 你媽媽從來沒教過你怎麼穿的衣服啊 我真的老闆沒想跟我說 因為我那時候穿的衣服 上面的衣服 現在也不太幸福了 我那時候上面穿的衣服 上面的旗頭是條的 不是是隔的 下面是一個條的褲子 所以他看著實在受不了 我從來沒想 我是一個researcher 我從來沒想這個 所以他送我兩本書 就是How do you dress yourself for success 對不對 現在還很長講 Dress for success How do you wear your success 還有就送我去 上各式各樣的課 大部分的課是說 如何演講 如何時間的控制 如何去寫作 如何 都是How do you use certain things 後來 我學了很多 如果演講 我已經非常討厭演講 你們大家不能想見 我已經非常常演講 我演講的時候會發動 我真的是發動 我上台的時候 那個永斌一定不知道 我太太知道了 他可以知道說 你是不是快要演講 我如果演講前一月 我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就每天在Warrior包 一個月以後有一個演講 他就知道什麼 你是不是快要演講 他看完嗎 真的是吃飯也不以為不好 一天上就是想怎麼演講 所以他們送我去演講 我就學演講的技術 所以我告訴他們演講 後來怎麼樣 我說演講說 OK 這演講 演講說 你演講的時候要看人 開始看 我想起來他就說 演講的時候你要打手勢 第一點 第二點我開始打手勢 他就說演講的時候 要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然後 所以我記得很多人 然後講 下一個要注意什麼東西 卡在那裡 下一個演講要注意什麼東西 越搞越糟糕 越搞越糟糕 我演講越來越差 現在也還是差 現在比較不怕 後來我發現 那是怎麼寫 我發現說 我為什麼會演講 我發現說 我想了解說 我為什麼會害怕 I need to understand myself why am I so afraid understand myself 後來我要想說 為什麼別人 要來聽我演講 這是humanization understanding 後來我去分析這個演講 我就比較自然了 我會覺得說 你們要聽演講 是因為教授說 你們後來就要扣分數 我知道了 那是為什麼 那是OK 分子什麼 所以我發現 你這個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 所謂how to 技術方面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這個做foundation 了解你自己 更了解別人 這些人的沒有用 你開會已經很會控制會場 你如果不了解說 開會的心態的話 你怎麼樣控制都變成效果的話 所以要這個 都這樣 所以就是 外國人只從外 所以我一定要想外 要合併起來 這樣才能成功 然後你知道 快的時候要快到 家庭也要 你的合約也要 你的工作也要 都要 你就可以好好 我很鼓勵 你要教年輕人 參與社團活動 最好是社團的負責的活動 也許多那種負責的活動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你當老闆很容易 真的假的 當老闆 合作當教授也很容易 你可以下命令 下命令 下命令 可以做完 或者就不加薪了 可是你做社團的時候 你發現大家都一樣 你講的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你如果在社團 如果學習這方面的力量 可能跟人家合作 可以講到 我鼓勵你們去做社團的事情 好 給你一個 break 大家 給你一個 break 好不好 stretch break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再講 sweat detail 現在跟你講 大具的東西 把文化哪裡不一樣 全世界怎麼樣改變 然後你那個 stretch break 你們知道這什麼叫stretch break stretch break stretch break 就是起來 身身軟腰 可是腳不要動 不要跑掉 腳如果往外跑的話 就不是stretch break 是不是 可以 上去上去 這邊 先上去 來 znaj